台中市的太平区有一家汽车的修配厂在昨天清晨传出了火警 厂房内有十几辆带修理的车子全部被大火给吞噬了 老板一家四口看着上百坪的厂房完全陷入火海 在当时急着跪地痛哭 站地上百坪的汽车修配厂完全陷入一片火海 里头十几部等待修理的汽车都被烧毁 老板一家四口见过消息匆忙赶到现场 看到辛苦经营的工厂不知一句 急着在厂房外抱头痛哭 老板家人双手合十跪地祈祷 只希望大火别再烧了 老板还几度想冲进火场灭火 但是都被家人劝阻下来 为在台中市太平区永丰路上这家汽车修配工厂 凌晨四点多传出火警 消防局出动五个单位 六十名警一销前往灌救 在一个钟头之后控制了火事 老板一家人摊坐在地上 看着毕生心血毁于一旦 心中的难过无法形容 感谢观看